今天來到英國的第三天 當然不能放過英國的早餐囉 今天點的早午餐是什麼呢? 點了一份英國的傳統早午餐 以及法式鬆餅早午餐 那我自己對於那個英國傳統早午餐 其實沒有過多的偏愛喔 但因為他們的麵包啊等等的配料 其實都處理得不錯 也是一個可以嘗試的選項喔 令我驚訝的是鬆餅的早午餐 總共四片鬆餅再配上果腿培根 再加上一大堆水果 我真的好奇 真的一個人可以吃得完嗎? 最後我們點的甜點呢 是奶油甜甜圈以及瑪芬 奶油甜甜圈甜而不膩 真的很想再一口接一口 但瑪芬就比我預期中的有一點失望 總結來講 今天的早上又是一個美好的早餐時光 吃完早餐後 就搭著地鐵轉開今天的全運程囉 那今天的天氣也像昨天一樣有夠好的 早上第一個行程是來到這個自然史博物館 聽說是以紅化石文明的博物館 那在博物館驚魂夜裡面也有一幕是在這裡面 開館 那它是十點開館 所以 就先提早來排隊了 好 現在進來這個自然史博物館 那一進來就有一個這個恐龍的化石 對 我們有一個照片 她是在這裡面的衣服 這好酷 有 這隻恐龍蛋 那走進來的話會有很多化石 那當然也包含其他物種 不一定是我們熟知的史前恐龍喔 那如果大家對化石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進來看看 那它除了這些化石的話 那像這種結晶體、礦石 它都有做一個展示喔 這些礦石跟結晶體 它的顏色是五顏六色喔 讓人看得目不下近 然後我們走著走著 看到一個展示櫃的部分 好奇心驅使下就靠近去看喔 結果發現是一個活體標本的部分喔 像這個鳥啊 貓頭鷹啊 應該都是真的之後 在做防腐的技術而做成的喔 那隨著路線走著走著 那也開始出現了 比較大隻的恐龍化石喔 那這片牆上呢 是一整片都是恐龍化石 看一下 看一下 DF的什麼 可以請問一下為什麼 英國人的 玩偶的眼睛都這麼大 不是啊 不是啊 二人眼睛就很大了 哇塞 是恐龍嗎 欸欸欸欸 你上次會動的嗎 它不讓你開 因為它有什麼 它嘴巴可以開的 它嘴巴可以開的 啊 歪屁 啊 啊啊啊啊 欸欸欸有聲音耶 哇 你這樣很熱 這是 恐龍裡面有黃色小鴨 哇 超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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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新夥伴 哇哦 哇哦 因為它那個最大的孔是掉在中間 就是等於是說有點像是 掉在閣樓上的孔這樣 那我們現在上來二樓這邊 等一下要從它正面去看 給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要走過去 好那我們離開了HISTORY HISTORY MUSEUM 好沒有啦 就是我們現在要準備去吃午餐 那因為午餐距離我們這邊比較遠 所以打算大家進去 今天天氣很好 中午等一下再來拍給大家看 OK BYE 現在走到要去吃午餐的地方 大家別看 現在天氣太陽這麼大 現在溫度大概是在 14度左右 算是抓不準的天氣 昨天大概 一樣的天氣大概落在18度 昨天穿短袖 就覺得好像今天穿個長袖應該就可以了 結果今天穿長袖出來還是好冷 所以 在英國的穿搭 大家自己也要小心 不然就會感冒了 沒有騙你的 沒有騙你的 好 接下來要來看那個專門賣茶 我妹說讓我們破場的地方 來看一下我妹的戰略 今天午餐我們挑選了一家 可以順便吃傳統英式下午茶的一個餐廳 因為我們覺得來到英國就要嘗試一下它的下午茶 那我們點了兩份主餐 一份是烤牛排 一份是烤鮭魚 那鮭魚烤得還算不錯喔 非常金黃比較脆 比較特別的是 在下面的黑色米粒啊 它單獨吃起來實際就是蠻硬喔 然後它整體的調味是偏酸爽的感覺 所以一開始如果只吃熱米的話 會覺得太硬不知道在幹嘛 但後來發現的話 它跟鮭魚一起吃的話 是可以綜合鮭魚的油 以及它口感不足的部分 也是一個意外的收穫 那牛排的部分就不用說啦 就是好吃 今天的熟度剛好 也可以鎖住牛肉的香氣 算是一份不會雷的餐點 鮭魚果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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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不來點奶奶 要啊 要塗在一起才會好吃 就是人家吃法 不是要果醬吃嗎 在飛機上的餐包也要醬 你這個就煮到飛機上菜 對啊就是要這樣吃啊 它沒有雙醬才爽 奶油叫果醬 一句話點評這個 鮭魚果醬 哇 就是鮭魚果醬 它現在在追求鮭魚果醬 像遇到焦燥的網友 好 瓶水之教而已 瓶水之教 我沒有關係 單瓶水 呃 真果泡酥 嘴巴不夠大 嘴巴不夠大 請一句話 餵這個食物一下 它底下有焦糖 然後搭配這個 蒸骨的鮮奶油 所以它是 它的這個鮮奶油 是有焦糖嗎 有 而且它那個還脆脆 它才沒有焦糖 嗯 那為什麼你都不咬上面那一聲 咬不到 嗯 那上面那一層跟上面那一層 一樣 好 趕進來你們接受我的采訪 嗯 這咬一口 嗯 嗯 嗯 好 來來來來 明智姐妳想碰我 我幫妳就死我了 請問這個看似像抹茶蛋糕 好不好 你為什麼眼睛真的好 好吃對不對 好脆 它下面要吃到下面 有 因為它的外皮是脆脆的 那個棒蛋糕脆脆的 對 對 你要吃到底 那它上面那個紙真的是什麼 梅果 那種梅果醬 所以妳覺得它好吃在哪裡 它整體吃起來 然後下面很臭 很搭 是 你摸著它起來 你給我自己吃 這很搭 那妳可以餵它下一句拚嗎 你閉嘴啦 因為它外面 它外表看起來其實很難吃 真的 它會顛覆妳的印象 所以什麼 人不可冒像 對 人不可冒像 今天進去人不可冒像 我們還是嘗試一下 看起來應該是草莓的 來囉 這根本就是草莓果醬 嗯 你在幹嘛 有對焦有對焦 太甜 我這個叫這個 你要不要聽什麼 有糖果就好 不要吃 太甜了 太甜了 巧克力超甜 喔 所以是 它慕斯很甜 慕斯甜 但巧克力更甜 太甜 整體來太甜 每天吃到的會是慕斯 然後慕斯融化之後 巧克力才會融化 就是甜 爆甜 超甜 這個是上面有冰糖的巧克力 對 比較好吃的點在哪裡 就是巧克力啊 不然 它餅沒有特別啊 可是巧克力快嗎 它有什麼其他的口感 巧克力不甜 但是它餅乾又不好吃 所以搭不起來 哈哈 等一下我再吃一口 哈哈 等一下一個平反的機會 如果滿分五分 大概2.5的那種程度 現在開始平反了 巧克力糖 那吃完這個很甜的下午茶之後呢 我們決定先走到原本我們住的飯店 把今天早上買的東西都先放著 再繼續進行下午的行程 那下午的行程呢 主要是就購物的行程 那看有什麼想要買的牌子啊 或者是店家 我們就會去逛啊 買啊 等等之類的 結果在附近發現一些阿羅比卡 在台灣在日本都要排隊的 在台灣在日本都要排隊的 那給大家看一下 它裡面的環境喔 其實非常開闊也沒什麼人 真的是滿舒服的喔 那我最後點了一杯京都咖啡 好喝 我覺得剛好這時候來的時候 我覺得很棒 主要原因是 他們現在日落 已經開始慢慢玩了 就是 可能晚上五六點 像現在時間是 下午四點四八 但是太陽還是很大 那你可能到五六點的時候 都還是這個太陽 而且這個太陽 曬起來 蠻舒服 而且不熱的 那後面這邊 有很多人在這邊曬日光 感覺就很秋 然後你看喔 假設在晚一點 還是這種太陽的話 等於是說 它下班的時候 就可以在這邊曬 覺得這樣的生活的話 就是 像台灣 如果 一般台灣 可能台灣公司也長 所以你下班的時候 就 迎接你的 是黑夜 這邊下班 迎接你的 你是太陽 整個心境就感覺不太一樣 很喜歡他們這樣曬太陽 曬太陽的感覺 但是 好像 蠻容易曬傷的 所以我覺得 還是 要 要小聲一點 就是好像 我這樣 這幾天曬的脖子 好像就會有一點 刺痛嗎 對 還是要差一些防曬啦 那你看 其實 萬里無語 本來就很容易曬傷 就是要小心 OK 現在我們要去逛馬丁喜 想說 難得來英國 台灣的馬丁喜 也是貴到誇張 對 剛剛我妹去逛Course 出來 恩 就買了一個Course包 說39英鎊 但我覺得 尤其來歐洲 或出國 這些名牌 或是什麼 建議大家如果出國的話 可以多少買一點 因為我 出國這幾次下來 就會覺得 其實在台灣 跟 潘納美亞 籃子 真的 很多東西 光定價 他可能就 打 六折或七折 甚至你在 因為英國現在沒有退稅 其實在歐盟國家 他有退稅的話 其實會差更多 我覺得在台灣 就不要買名牌吧 就出來買就好 而且你也可以順便玩 那 我們現在 正經過一個市集 那 這一攤是賣水果的 那 又看到有賣衣服的 那 聽說最近歐洲開始流行這種 算是比較大型的市集 那 裡面可能會依據不同樣的主題 那 賣衣服 賣首飾 賣食物 都是 非常好逛的 而且 大家也可以看 這裡面其實 看起來 基地也是相當的遼闊 所以也是 蠻適合來逛街的嘛 如果不就不想 去直接店面裡面逛 而且 如果妳 可以來這邊 仔細的逛 或許也可以 買到 不錯的品項 又相對比較便宜的地方喔 去放囉 花的比較好看 妳要買哪一刷 這個嗎 這個我 這 跟台灣定價差多少 你知道 應該差一檔 幾塊而已 寫一下 他腰 我腿很粗耶 沒有我在 特寫鞋子 靠哥 欸 真的很緊 放開妳的手 來來來來 腳伸出來 OK 最後 就選擇了這一雙 對 那 因為 因為我UK的上椅子是穿6.5 那 因為現場沒有6.5 然後 工作人員說 可以訂到飯店 三到五個工作天 YA 跟馬丁 的招牌合照一下 好 剛剛買完馬丁鞋 感覺 來英國 英國的目標都完成了 買了 就馬龍的香水 馬丁鞋也買了 感覺 來英國 該買的都買了 不錯 不錯 好啦 那 因為 我們大概就會在這個Soho區逛街啦 那如果有碰到不錯的品項 再來跟大家做分享 OK 好 那我們就要去逛了 喔 那來Deep Kick看一下 嗨 現在時間 6點多 英國這邊好像大概 6點 做一個分水嶺吧 然後 一般像你服飾的店啊 逛的店啊 原則上會在6點前就 關門 然後 之後的話就會比較像是 剩下吃的啊 或者就是說 真的一些連鎖 連鎖的店面 像UNIQLO 可能會開很晚 以外的話 不然就是像Bar這些店 會開一些 然後 剛剛 經過Deep Kick的時候啊 就是法國 法國的香水品牌 然後我妹進去就是想說 要撥聞看吧 那結果 結果我就被推坑了 因為我進去就跟那個店員說 嗯 那能不能推薦給 就是推薦一些系列的產品 給第一次使用 香水的男性使用 然後 他就 噴了十幾個吧 而且我發現 其實他們好喜歡推薦那種 我草本 草味很重的香水 就很不喜歡 但是 最後他成功推薦到我一個 被敗了 就是覺得 喔 應該要買了 結果我最後又買了一個 Deep Kick的香水 在買Deep Kick的香水之前呢 我其實已經買了一個 Jo Malone的香水了 所以 當下我原本想說是 有沒有一定要買 但是 因為他只有50ml 他 他 我後來他大概有三個系列我喜歡 然後 只有其中有一個有50ml 但我就在50ml那個友誼 那想著想 因為我原本就打算買兩種 風味的香水 所以 最後就買 我覺得好像我都很喜歡這種木質的味道 那我有拿他的介紹卡 我覺得大家應該用這個英文應該就收得到 你看 對面 大家 都讚著喝酒 雨秋 然後 這個是 現在快7點的太 你覺得喝 你嗎 超讚的 我覺得那個喝酒模式 不知道欸 老闆應該會最愛 不用讚 我也覺得我翻桌裡 超讚的 酷 欸 這是我們的晚餐嗎 莫名其妙 對 剛剛我們跟店員要吃吃雞 結果店員說沒有 店員說沒有 說要給我們熱水跟檸檬 等一下 來看一下他要怎麼用 還是妳的水 還是妳的水下口 還是妳的手下口 還是妳的手下口 這也太髒了吧 妳在吃吃茶 好好好 你自己做的意思啊 自己做的事情 喔 你紅香欸 好自然 哈哈 哈哈 你看旁邊我要找一張 喔 它味道好用喔 看一下 空盤行動 哈哈哈哈 全部都吃光光 喔 我們吃光了 耶 欸 欸 你走太大了 傑哥你覺得這間推薦嗎 我覺得如果是亞洲人可以來吃 因為我覺得 外國人很愛嗎? 外國人很愛耶 但是外國人沒有亞洲人 其實我要說亞洲人會來吃的原因是 因為畢竟亞洲人比較習慣這種 湯湯催水 因為你來玩一個人 好幾天都喝不到這個熱湯 來吃一下會滿舒服的 那滿分五星 推薦幾星 五加一 六 沒有啦 五星五星 我們今天每逛的市集 是這個 不會唸 可能唸 speetal fields 然後這個市集裡面很多那種 很像台灣那種文創市集的小攤 然後也有店面的店 然後這附近也有coast 很好買 可以過來買 然後我們剛剛吃的 河粉店是在這個角落 然後是在 大概這邊 叫河 然後英國人好像唸 鳳 對你跟他說河他可能不知道是什麼 跟他說鳳就會知道 現在是晚上七點半 那 我們吃完晚餐 要往飯店的方向走了 你敢信 這個天氣是晚上七點半 這麼明亮的天氣 如果你的精神比較好一點 基本上可能也不想回飯店喔 還想在外面逛逛啊逛逛 那 今天的行程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就是要往飯店的方向走了 那明天呢 我們有參加 One Day Tour 就是當地的一個行程喔 那主要是會去溫莎堡 然後巨石鎮還有鳥丁 那 這三個點原則上就是 觀光客來就是基本上會去的點喔 那簡單來講一下好了 溫莎堡的話是皇家的一個 休閒度假的一個地方喔 所以他有充滿濃厚色彩的皇家 的一個氛圍 那巨石鎮的話呢 就是 有幾顆不知名的巨石 到現在都無法去解釋 為什麼他會出現 以及他的功用是什麼 但他就出現在那裡喔 所以 大概明天就是這三個景點會去看 那到時候再拍給大家看囉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為止囉 掰掰 下支影片見 如果你們平常都有在買國外牌子穿 的習慣的話 我覺得來歐洲 都可以找一下 看一下 如果剛好有自己喜歡的款式就買了 因為 像我腳下這雙 那個休閒鞋 那時候換算下來大概 兩三千 兩千多塊而已 而且 算是他們當地的 呃 歐洲 歐洲有名的牌子 那 你這個價錢 假設你在台灣 你要買雙 Nike 買雙 愛迪達 可能都買不到 那你說我身上這件 Timberland 也是很便宜 對 所以 我覺得大家可以想一下 有沒有必要一定要在台灣買這個牌子 比如說像 Levis 你去美國買就很便宜 比如說像 Coach 你去美國買就很便宜 那 比如說像 Prada 馬鈴鞋 不管 Anyway 你只要講 不是台灣的牌子 你有時候在國外買 光定價就比台灣便宜 那我是不懂 其實 像台灣 的收入來講的話 也不會比國外高 那 你花一個比較貴的價錢在台灣賣 我覺得是一件比較傻的事情 所以 不是說鼓勵大家出國購物 而是如果今天你有機會出來的話 不要想說去省那個錢 如果你未來 可能會買的話 就一定要買 這又 那來到一家酒吧 然後外面大家 正喝著 啤酒 就站在路邊這樣喝 我覺得 很棒 真的三五好友可以來喝一下 但我覺得他們也很了 因為像 剛剛有講 現在的天氣大概 十二三度 滿冷 而且在外面吹風喝冰啤酒 你為什麼會來 主要是 我覺得 因為這個國家是我沒來過的地方 所以今天 剛好有 有人之前來過 願意帶那就跟著來 因為對我來說 我覺得 體驗是一種過程 你沒去過的地方 走一走 也會有不同一樣的 感 感受 對 當然也是休息 也是放鬆 因為我覺得 人在 這個世上 就是 還是要去多體驗不同的東西 就是世界上有很多不同 不同種的客人 但好像在台灣 大家都把可能鎖在工作上面 那當然你要有工作才有錢 才出來玩 那當然你要有工作才有錢 那當然你要有工作才有錢 但是你工作累積到一個應資產的時候 或屬可以選擇 出來看看 就是有時候你看過不同 不同種的多樣性 對於你來講 也不是 一件壞事 就是有時候 看看別人的事件是怎麼樣 事件有有趣的事情 好 那 今天 就大概是這樣 就是現在要回飯店 那 飯店就是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然後 明天 我們等一下還會去超市 買個水 然後看有什麼 要買一下 然後回到飯店 就休息了 剛剛路過一家 類似手搖影片 我跟大家講 千萬不要嘗試 就是 先說好不好 先不用說好不好 價格就是大概 三萬兩三倍 但你剛好如果採連遇到一個不好喝的 你就爆炸了 不如你在那邊喝啤酒 喝個咖啡 都還別喝那個手搖套 因為畢竟大家也是短期間來旅的 回到家 回到台灣你還是可以喝 這天氣真的蠻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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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我覺得來歐洲或是剛好正在英國 其實大家可以來買那個叫氣泡水喝 其實他們的氣泡水跟一般的水價格是一樣的 那因為他們 那個水啊 其實就是 水管可以直接拿出來 但是他會有一個味道 所以大部分來英國的話 一般都是會去買礦泉水 來喝這樣 那旅行 你要花錢買塊錢 也不如你買 氣泡水 因為氣泡水畢竟在台灣 就是比較貴 而且價格都 每個拍子的氣泡水價格都不便宜 對 所以 買個氣泡水來喝 也是不同的體驗 而且 有氣的東西喝下去比較解膩 好 今天就先這樣了 去超市 我覺得 也沒什麼好拍的啦 就是買那些東西回去休息 那明天去食證的東西 有機會在記錄下給大家做一個參考這樣子 好 今天就先這樣了 掰掰